中方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 已经就日本领导人访美 两国勾连对华消极动向 向美国和日本表达了严重关切 我想强调的是 当前中美中日关系都处于一个重要关口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访 中方对外释放什么信息 中方对日美发展正常双面关系没有意见 但这种关系应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相互理解与信任 有利于亚太和平与稳定 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日美应该严肃对待中方关切和要求 不得采取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利益的言行 不得搞针对中国的小圈子 中方将事情做出必要回应 未经许可